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一个艺术歌曲专产约会 一半中国作品 一半万国作品 这个是我们学校的这样一个传统的 就是我们一个是向世界学习 一个是向传统学习 其趋于大同而培植国民 梅玉和的神志及其艺术 艺术歌曲之所以成为艺术歌曲 就是诗词和音乐的高度融合 几乎所有人第一眼看见的时候 会以为是个爱情歌曲 但其实东坡写给弟弟的 一个思念的一首诗词 我说就像我们俩虽然在两个国家 你在德国 我在中国 虽然我们不在一起 但是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天涯若比铃 他是一个很敏感的 所以他想要做什么很简单 所以我认为我们一起充足 唱歌其实蛮难的 因为他跟拉琴跟弹琴不太一样 这是有形的 你可以看得见的 我们这个看不见 摸不着 你要去体会 有时候体会好了 抓到了 有时候不一定体会那么好 要去做调整 调整到哪种程度 就是一个跟自己 不断较劲劲的一个过程 我19岁了 从农村乡下到上海来读大学 来的时候钢琴不会弹 意大利文不会 乐理也只是突击学习 我们双选 找我的老师都没选过 把我分到罗威老师班上去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罗威老师就到美国去留学 就把我教到周晓妍老师班上去 几乎三年就没出过上海市 理想背景到这来 不知道我要是不唱歌 我能干啥 没有敲门 就死练 你要把每个字要唱得很清楚 形成一种习惯性条件反射的那种 因为当你想要去调整它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不是让我们好像老师能听得清楚 而是你要到了意大利去 让意大利的观众 也能够听清楚 你念的每一个字 我记得我们周晓妍老师 当时是他们说你出去多一个留学生 我们国家需要 我们的观众需要像你这样的优秀的歌唱家 还是最好能够扎根在自己的这片土壤里边做好中外文化交流的这样一个使者 黄泽先生写的玫瑰三苑 黄泽先生写的玫瑰三苑 所以我们在这里种了一个玫瑰苑 里边我们Hotmut正在里边上课 那我是在17年开始做我自己的艺术歌曲独唱约会在上海之春日 因为八年第二场他两场都来听 听完了之后他就爱上中国艺术歌曲 哎呀我们这个是不是可以我们在国际上做推广 那么我们就后来有了这样一个合作 音乐的一个传承除了表演艺术下的演员 演出之外唱片之外还有很多是我们的图谱曲谱的这样一个出版 玫瑰三苑中国艺术歌曲第一次以国际的这个顶级出版社来进行出版 用了拉丁文的这种拼音方式 然后我们做了德文的翻译 那么我和我们广播电台的一位节目主持人把每一首诗歌都朗诵出来 这个也是我们中国艺术歌曲在海外的第一个教材 我们学习古典也好 我们学习意大利歌曲法国歌曲 还是唱德奥艺术歌曲也好 目的都是一个唱好中国作品 张家溜溜的大哥李家溜溜的大姐 只有这么一个简单的爱情估计怎么把它变成歌曲 我们其实花了20年的时间 在社会主持人建设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的父亲当年从成都平原到了山区 到最后他是这个后来是逝世在他的工作岗位上的 妈妈在乡下带着我们四个孩子 所以我小时候我对我父亲的印象就是一张照片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家庭的为了国家的建设 用他们的青春用他们的生命换了祖国的这样的进步 祖国的繁荣 这个里边其实是在讲汉藏两族的人民共同为我们的边疆的建设而做出的这样一个贡献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献给建党百年的一个献礼作品 我是1999年加入的九三学书 在这个20多年的履职过程当中 其实对自己来讲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培养一个社会责任感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说我们要培植国民梅雨河的神志及其艺术 我们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开校园 所以我们在想开放了之后 事实上老百姓进来看这个环境 只来看建筑 高自然的开放可能更多的是内容上的开放 让我们的观众们可以走进来 可以了解我们的教教学 我们的科学研究 我们的创作过程 我们的排练过程 我们的音乐讲座 也其实让我们的学生们 从一开始进入校园 就开始树立好服务社会的意识 我们的人从如在这个历史的面前 都是那么的渺小的 在你有生之年 能够做一些无愧于这个社会的 这样的事情 就是美好的 就是美好的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